三连到位,黑板干碎 赢得每个三连都是up主生发的动力 哈喽大家好,今天是黑剑已经直累了版 今天给大家复盘的是RNG对淘宝的第二场对局 思路齐齐,先说BP 早在之前IG对淘宝时,我们就有提过 想要赢淘宝,首先就要限制Nite的发挥 RNG在换的蓝色方后也是这样做的 除了左移,还加班了一手发条 淘宝在第二场同样辩证,连班两个辅助 垂时不用多说,可以搭配金克斯、厄斐流斯 11.5版本,已经有很多队伍在红色方 将他放上班位,反而是牛头这个点 很难以寻味,这里要从第一局的比赛结果出发 首先小炮在淘宝这边拥有绝对的优先级 小明的牛头又发挥极其出色 那RNG本着拆散淘宝下路 小炮牛头组合的想法来看 RNG的蓝色方是有一定概率先拿牛头的 虽然这个赛季,极少有队伍一抢牛头 但淘宝并不想冒这个风险,直接按掉 RNG作用一选拳,但这里 其实他们是有些纠结的 淘宝和其他队伍不同,一抢小炮 并没有太大的性价比,毕竟卡扇还在 而就打野来说,莉莉亚、人马 乌迪尔也都没被搬,第二轮也能拿到 想要的,反而是辅助这个点 垂时牛头被搬,辅助优先级 就变高了,所以这里 RNG立刻变真,先抢瑞尔 确定下路的主动权 当然,淘宝这边也不吃亏 如月拿到小炮加乌迪尔的组合 两大版本英雄到手,JK Love这赛季小炮 在对战RNG时 依然保持了百分之百的胜率 虽然没有牛头配合,但还是淘宝的自信之选 至于为什么不拿人马 其实RNG在这个赛季的比赛中 前中期和上中夜 才是他们的战术选择 那想在这两个领域占的便宜 如果不考虑中期团战,乌迪尔其实是更容易带气节奏的 且乌迪尔前期对抗性来说 也强于人马 这里再提一下威的莉莉亚 在最近很多队伍都会尊重一手这个英雄 而RNG在人马和莉莉亚间 也选择相信了威的个人能力 莉莉亚虽然下线比人马低 但上线也比人马要高 RNG拿出了最能改变战局的杀手锏 第二轮的班人里 RNG这边名牌表示 我要玩长手 那套博应该怎么应对呢 一是在已知对方大概率要拿杰斯的情况下 异想待班 但这样不但丢掉了五楼上单Counter位 而且还可能再次被卢香Counter 二就是先出中单 看对方出招再接招了 这里我们看一下套博的班人 其实套博本来有机会 把杀皇这个班位给杰斯的 但Night才进入S11之后 并没有使用杀皇的记录 最近排位也很少练习 套博权衡之下 很不想放给Kranin杀皇 最终套博放出杰斯 再给Night拿瑞兹 只留一个上单Counter位 到这里 给369卢西安上单去Counter杰斯的可能性 就比较小了 我们来看套博阵容 乌蒂尔本身就是一个开团能力较差的打野 瑞兹更是没有开团能力 如果上单选卢西安 套博所有的开团压力 就都在日女身上了 容错率很低 在BP的尾身 套博虽然是有着Counter位 但其实并没有特别好的英雄选择 他们是捕了一手坦度控制强 但对线坐牢的赛恩 双方阵容成型 RNG这边 是他们很熟悉的前中期节奏体系 但因为有莉莉亚瑞尔 团战同样式枪的强势 套博这边则是更强的团战阵容 输出能力极强的双C和三个前排 通过控资源去找架打 保护C位输出就能赢下游戏 接下来 让我们进入比赛 这场比赛突出一个跌宕起伏 这里给大家慢慢分析 下来看开局 RNG设计了一个小的入侵套路 想帮莉莉亚最大化压制无敌 但这里 Kasa早早就猜到了RNG的想法 提前布置好了防守眼 在没有扫描的情况下 RNG看起来 是很想跟涛博打这一波一集团 但并没有打出好的效果 微微的回血 提前惩戒了F6大鸟 没能拿到任何野区资源 另外 Kasa本来是准备回线 却被这波小团战拖延 导致下路被压制 这里JK Love系了一波 小炮上线前 并没有学技能 发现Kasa出现在上满区后 更是不必去学E推线 这样他可以很轻松的 去卡前几波兵线 最大化压制RNG下路组 莉莉亚也因为反野失败 打野节奏大受影响 被Kasa这位老牌野王 拿到双和谐开局 微的压力多大可想而知 中路也在坐牢 瑞兹掌握线权后 处处快卡牌一步 RNG前期节奏小崩 涛博靠着RNG的入侵失误 做到了很多事情 肚层 人头 小龙 先锋 都是被涛博一一拿下 在12分钟 涛博这边已经是4个位置 领先一级等级差 上单AD 均是摸出神话装备了 但就是这样 RNG还是打出了一波小奇迹团 一般来说 这样的装备和等级差距 开团就是九死一生 但RNG这波团 抓住了三个关键点 成功扭转战局 第一是技能差 赛恩大招之前 杀小虎用掉了 威胁性小了一半 小炮进化在CD 生存能力减弱 第二是阵容差 这波杰斯摸出新石开始 初步进入强势期 团战杀伤力极强 第三点 视野差 常看视频的兄弟都知道 在职业赛场上 视野往往决定了赛场的胜负 这波在小龙团开启前 小明回家补给后 两个针眼出门 在小龙坑扫描 确认自己没被捕捉到动向后 小明在套博的野区 放下了两个关键眼位 这里喀萨其实是展现出了 自己老练的一面 他很清楚 明是进入套博野区 做了视野的 在自己蓝buff 点了个针眼排视野后 喀萨是盲聘的信号 示意小明的眼 放在了蛤蟆前 让大家小心 但小明第一个夹眼 并没有隔墙插 而是插在了蓝buff 下方的那个草丛里 那个针眼更是富贵显中球 插在了套博 后方的三角草里 这个眼也是一直没有被发现的 在明知己方野区 有视野的情况下 套博却没有给到足够的重视 拙的扫描 是去清理了 RNG中路的现眼 没办法再扶着了小龙区 而喀萨身上的峡谷先锋 更是成为了双刃剑 让他不能用扫描去排眼 为后面埋下伏笔 这部团战前 RNG就聘了套博的两件神话装 一丝不言而喻 他们装备比我们好 但在看到阿水 往河道走的那一刹那 RNG还是毅然决然 开启了团战 至于为什么是阿水 走到墙边的时候开团 是因为这个时间节点 套博威胁最大的就是小炮 而RNG已经计算好了 小炮的逃生路线 下方被RNG全面封锁 墙的上方则被小虎封死 那这里小炮 就只能往龙那边撤退 RNG阵容机动性更强 在小炮逃跑路线 被封锁的情况下 小炮其实是相当危险的 后续日女 赛恩和乌蒂尔 都是与小炮脱节 杰斯落地一炮定音 小炮阵亡 套博阵容被拉扯开后 逐个击破 RNG守住了这关键的一波 这个龙团 在等级装备的权限落后下 RNG抓到机会大获全身 同时拿到这场比赛 最关键的一条小龙 本来如果套博持续压制 那就是经典的 20多分钟龙魂B团剧本 但RNG这条小龙 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即使是后续又被打了回来 但套博 却没有了龙魂B团的机会 只能选择更高风险的方式 同时 RNG在劣势后 也展现出了教科数级的B站 中立资源全部放掉 野区防守视野拉满 虽然套博极致压榨RNG的视野 但RNG还是抓到机会 在龙坑做了个睁眼 套博没有龙魂B团 当着RNG睁眼的面 开启了大龙 这个决策风险是非常大的 这时候 RNG的3C都是两剑套在手 团战并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而且按正常季度来说 这个时间节点 正是RNG的强势期 我们也提到过 套博阵容的双C 是需要前排来拉扯出输出空间的 这部团里 赛恩第一时间 并没有出现在正面战场 所以4V4里 套博的阵容 是缺少了一个关键前排 这部团 日女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极限的E 又被威一个细节W 又拉开了一定距离 身为脱节 套博的三人组这里 只能是徒步去跟日女 给了瑞尔极大的发挥空间 看似是小明细节用W 底下掉日女的眩晕 然后大招三人 配合莉莉亚拉满团成控制 但其实这里还有个细节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龙坑RNG一点视野都没有 本来RNG 应该是看不到套博三人组动向的 为什么小明会开得这么果断呢 这波是嘎拉一个虚空索敌 命中日女 获得了日女的视野 而日女的位置 又为RNG这边 提供了套博后续几人的动向 才促成了这波奇迹团的诞生 成为这场团战的转折点 团战中 小炮第一时间进化 并没有能解答瑞尔的鸡飞 再闪现时 已经被莉莉亚套到大招了 RNG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套博这个时间点 最强的输入点小炮 一波四打五 经济烈士的团战 却打了个大获全胜 后续 虽然369和灵性换了一个惩戒 却没能成为拯救套博的救世主 这波团后 虽然RNG拿了大龙 但经济差也只是持平而已 套博还想抓到RNG下野双人组 没有闪现的七级开团 反而被威一个妖娆的走位 扭开所有技能 套博又是阵型脱节 RNG这才确立了主动权 最后一步团战 莉莉亚在中路出现的情况下 套博其实抓到了很完美的开团机会 369的开车角度相当刁钻 这里嘎拉交闪 可能都会被撞起来 但小米很明白团战的关键点是谁 用肉身去挡下了这个车 第一时间蒸发 却保下了嘎拉 奈特也很细节 小虎杰斯一直在和他拉扯距离 但触发向位的一瞬间 小虎的拉扯就出现了破绽 瑞兹EW控制 配合队友打出小虎复活架 这部团似乎涛博已经是大获全胜 但这里 虽持弹道的V 一个刁钻的E技能 逼走了Night 卓的日女脱节被秒 团战又出现了转机 剩下的细节就不多说了 甘拉经常的走位和进化秒表 Kryne随着金身一起出手的必杀平A 让这波团战彻底失去了悬念 比赛也就此结束 总结来看 RNG前期一波失败的凡叶 被涛博招到机会 本来要在前中期发力的阵容 反而是处处撤肘 但就是这样 RNG还是利用视野和技能 抓到稍纵即逝的机会 拿下关键小龙 再就是大龙的奇迹团 卡莎W提供的视野 可以说是绝杀了这波团战 最后则是双方的秀场 RNG更胜一筹 笑到了最后 这期复盘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更多复盘的小伙伴 可以点点关注 点赞过2万继续加更 我是超内甘的小黑板 我们下期再见